他哽咽着道,你说过,将来我做家主,你做我的下属,一辈子扶持我,永远不会背叛于梦江氏,这是你自己说的。 江城,我越来越心疼他了,九岁那年遇见卫英,因着他,把自己喜欢的菲菲,茉莉,小阿都送走了。 十八岁那年,父母巨师,虽不是卫英的错,毕竟是他让王林江和温潮记上囚,二十一岁,唯一的姐姐维护着卫英死亡,他也失去唯一的兄弟,偌大的莲花物,就剩江城了,江城,他是莲花物唯一的,合理合法的继承人。 从董旭开始,小江城能感受父亲江丰眠,并不是那么喜欢他,他或许以为父亲是个清淡的人,对谁都没有炙热汹涌的感情,但是来了一个叫卫英的小男孩,他第一次进江家,江丰眠便会将他举起,坐在手臂上。 小江城嫉妒了,气鼓鼓的他不让卫英进卧室,他也很善良,在卫英会吓走之后担心他的安全,夜里出门找他,两人又快速成了朋友,江城答应今后一直帮他狗的卫英改狗,两人也在玩闹中成了好兄弟。 卫英对他说,以后你做家主,我做你的下属,像你父亲和我父亲一样,姑苏有双臂,让我们荣帽交远双结,卫英闯获,他来收尸,卫英被罚,他会不愤,他们一同成长,活成没有血脉的亲人,他顾全大局,却在卫英被懒战伤中一些之后,表达不满,他隐忍,却在卫英被闻狗老铁伤道,红了眼伤过去。 他笑骂霸道的云帽江世家主,却在众人面前施了礼,放不下他们的云帽双结誓言,卫英说过的话就像一把刀,想起一次,江城心肩上,就会遷移到流血的伤口。 在最新出现的第五集外道里,编剧和导演大大捕捉到这种情感,并将他放大,滚下来,我不像,我是伤好,兄弟的情感,怀僧都觉得又温暖又好笑。 胸师出现,担心没有纤细在手的卫英,第一个发现卫英的动机,立马赶过去,对卫英接触外道的担忧。 江城他是真的将卫英当成亲兄弟,他记得他们一起胡携胡地的日子,他们在莲花屋摘连棚,大山鸡,顺风筝,他一直记得云梦双结的誓言,立英,除了精灵,他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,江叔叔,于夫人,师姐,他们都不在了,立英,莲花屋一条狗都没有了,江城知道你怕狗,他把他们都赶走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